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Nplus的优仔功课 新的一年龙年功祝大家身体健康 龙年龙马精神 心想事成 跟大家谈一谈 刚刚有新的条例出来了 FIFA也是刚刚批准了可以用球场 大家知道了 球阵手上有常见到的黄牌 红牌 现在可以多了一张蓝牌 再简单交代一下 两黄就一红 轻微就黄牌 严重就红牌 两张黄就变成一张红 大家明白了 看开波 现在中间有一张蓝牌 蓝牌如果累积两张蓝 一黄一蓝都会变成红牌 大家清楚了 但是清楚了 都觉得好像比较复杂了些 最主要是他蓝牌 用意就是说 又不是很轻微 但是又没有去到红牌 想有将蓝牌以示警告 很多时候 就会用蓝牌的地方 破坏对方进攻有威胁的攻势 例如最常见就是拉衣 明明他是很大机会的 拉衣 职业犯规 令到他不能够进攻 一个比较直接的威胁 很多时候都会给黄牌 除非是单刀 单刀就会用红牌 但是有时候又没有到单刀 又给不到红牌 黄牌又觉得太轻 就是那个球员犯规都赚了 主要可能是拉衣 这样的情况 另一个原因 就是给蓝牌就可以在球员对球证 或者职员有些比较过激的抗议 都会给蓝牌 暂时顶级联赛 相信就不会用的 都是比较观望的态度 有很多定位未清晰 类似冰球那样 拿到蓝牌 怎样呢 是即时要离场 在场边 停赛十分钟 那是要拨个位置给他 停赛十分钟之余 那段时间 他可不可以跟外界接触 可不可以跟队友或者教练接触 在当时停赛的十分钟 可不可以喝水吃东西 这些细节都要慢慢来定 如果真的会出现蓝牌 停赛十分钟的话 那会衍生到另外一个问题 我也是会即时想到 现在都知道 特别是英超为例 已经有超长的保时了 如果假认用了这个黄牌 红牌之余 如果假认用了蓝牌 相信要保时方面 还会是保上加保 会更加长都未定 所以是 有没有这样的需要呢 我自己来说 有点保留 因为其实球赛自从VAR介入之后 个边有些比赛是破坏了一场球的节奏 现在多了蓝牌究竟会是怎样呢 我会令球赛方面更加太多东西了 不是那么人性化 未必是一件好事 不过现在就应该批了 那最后究竟是顶级联赛 那些会不会稍后用呢 现在都是言之上早 但我小弟个人来说 对这个蓝牌是有点保留的 不知道大家又怎样看 好 最后再次公祝大家 农连身体健康 最重要是大家心想事成 最重要是多看好球 最后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安波体育传媒 下次再和大家见面 恭喜恭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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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